啦啦啦啦啦 请你告诉我 情歌没有告诉你的事 让梁静如来告诉你 风靡爱上解墨 有不同的过去却有情恒 在制作这张专辑的当时呢 我是刚刚结婚 所以呢我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心情 是比较倾向于愉快啊 轻松然后自在 还有生活上面的一些相处的细节 所以呢在这个专辑里面 就有了一些概念是有趣的歌迷 像如果冰箱会说话 或者是啦啦啦啦 来分享男女之间的那种 生活里面的对话 那我觉得最难的就是 给这个专辑一个丰富的 准确的主题 然后能够带出我现在 生活的体会一些生活感 所以我觉得难度在于我要怎么样去整合这些内容 然后怎么样去给它很多的新的趣味 然后去做后制的mixing 过去唱了很多的情歌 那有的是跟大家分享失恋的痛啊 或者是一些要勇敢去追求爱情 那所以在这个情歌没有告诉你的这个歌曲里面的歌词 就有唱到我的歌名的像勇气啊或者是没有如果这些歌名 因为呢有一种自我去提醒自己 有时候你要有勇气听了勇气这个歌 可是你必须要有行动力去爱 才会开花结果 所以其实主要情歌没有告诉你的这首歌 就是要希望告诉大家行动力 不管你听了这辈子再多的情歌 然后你必须要自己真实的去经历爱情 然后勇敢付出勇敢接受 我觉得才会真正的有那个结果 所以这就是当初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意思 像这张专辑好几首比较精彩的主打歌 顺序的话就是像你会不会 这样的一个歌词呢 也是我在这个幸福感当中会有的一些犹豫 跟一些恐惧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既然都已经拥有了幸福 你会不会也会怕失去呢 其实是会的 所以就在这个歌里面很诚实的 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心情 有时候会觉得说 好像漂亮的水晶体一样 它很易碎 因为它很漂亮 那难免就会有一点担忧 爱情也一样 所以这个歌就唱出那种 我有一点点怕失去的这个心情 那另外呢 我觉得跟张志诚一起合作的这个一加一 也是我在进行完婚礼之后 那想要把它唱成歌 祝福给很多很多 即将结婚的朋友的一首歌 所以就记录了我这个阶段 我迈入另外一个人生的一个心情体会 哦 I do I do I do Yes I do I d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